新闻最快速 人物最深入 请听POP抢先报 今天超开心的可以邀请到我们的教育部师多奖得主吕欣中吕老师 老师好 名语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事实上我先讲一下 因为我的父亲本身是老师 他是数学老师 他在教育界一直服务 他终身都是老师 所以我对老师真的是打从心里的尊敬 还有莫名的好感 所以我看到老师真的好亲切 就很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因为我爸爸也是这样瘦瘦的 那老师现在目前是在国立彰化高中的图书馆当主任 同时他也是英文科的老师 当然老师的丰功伟业非常多 因为能够得到我们教育部的师多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光荣 荣誉的一件事 但也不容易 老师奉献非常多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 呃 吕信中老师你在很多的访谈当中 都有 都有这个谈到 你就说老师真的是一个好命的工作 对 这可能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系 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吧 好 谢谢主持人 那像我这样四年级的后段班的那个世代 我们都经过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那个阶段 是 所以我的父母是电农没有错 那我们从小农家子弟 农家子弟 所以从小就是要劳动 一定要去帮忙农物 没有 几乎没有所谓的休闲时间 那那我说也会觉得相对于农人跟工人 老师当然是好命的工作 可以理解 对 我有时候那个上课的时候 假设刚好有没记得农的啦 卖小吃的啦 把不把不从那个教室旁边通过 我想大部分的老师可能会说 你们要好好读书 不然就像他们一样 但是对我来讲 这种比喻 对 但是对我来讲 我可能会跟同学说 同学 你看老师多好命 我如果是那个把不的 等一下如果下大雨刮大风 没有人买他的冰品 他就没有收入 可是老师不管刮大风 下大雨后地震 我照样可以有薪水 还有退休金 这是一种物质上的好命 那第二层好命是精神上的 我想全世界没有 像那个所谓小艺主持人 我也是你的粉丝 谢谢 看你的节目 谢谢老师 你的那个评论非常 电视上的工作 对 评论非常的有条理 也很有逻辑 很吸引人 谢谢 那一般人 除了老师之外 谁有那个权利说 你一般四五十个学生 你要必须给我注意听 我讲话你一定要听 这个我看没有多少个工作室 你讲话的时候 人家必须专心听 人家必须听 不听你还可以教训他 有道理 这个真的真好命啊 你说一个演讲 人家要不要来听 还是以为是 那要来听在那滑手机 你也没有什么奈何 因为你来演讲他是听众 可是作为你的学生 你竟然有那个位置可以要求他 专心听你所讲的东西 然后你做不到的还可以要求他 去后来以后去实践去完成 一般工作你如果看书 那你可能会被老板练 你没有再好好工作 对 怎么可能一边上班一边看书 不能看书 老师看书是被鼓励的 正大光明看 你很认真才会看书 所以然后一般工作 你怎么可能跟你的同事 或跟你的下属等等 谈理想谈未来 我们的工作竟然 多跟年轻人在谈理想 谈未来 还有钱可以领 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命的工作 哇 我觉得老师的谈话当中 充满了正能量 不管什么事情 都用正向的角度去看他 我可以理解 老师想要表达是说 像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工作 类型型态很多 有劳心 有劳力 像我也常常很惜福 譬如说我非常认同老师的看法 就是说你在外面刮风下雨 或者是打雷 大太阳 很多人就是他们必须要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工作 我们常常在看路上有些人在挖马路 我都对这些人好崇敬 那因为他们都是流着汗水体力的工作 可是我们可以躲在舒服的录音间 电视台摄影棚 然后我们只要出一张嘴 当然是我们付出我们的智力 但是我知道老师要讲的是 生活形态的不同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样态 你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老师你用这种鼓励的话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认同 老师就是除了带给同学很正向的正能量之外 老师你自己本身也是正能量的一个表率 比如说有人都会 像我父亲确实是比较安逸的过日子 他就是选择教书教授 可是老师就会 我觉得老师的形态这样也没有不对 因为他就是充分完成自己的使命 可是老师你是 就是很多很多的创意跟创职 对你本身个性就是很不能说叛逆 但是你是一个很很很创新的人吗 从小 对从小当然 其实从小我是个野孩子 真的啊 我都没有在读书 我是那个那个所谓90义务教育国中 就是不用再考初中 我四年级的时候 本来都在补习要考初中 突然一夜之间说不用考初中了 90国教了 哇 所以天上掉下来 结果全校都在玩 老师也在在打乒乓球 学生也都在玩 是 所以我记得我到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还不知道除法是什么回事 哈 我都没有都没有在读书 读书 然后我是我那个乡下小学 我叫培英国小 是 乡下小学的躲避球队长 排球队长 手球队长 篮球队长 然后都是 县西香港和美三乡镇的第一名 所以从十年级开始都没有在读书 都在打球 是个野孩子 我记得我到国中的时候 是 国中的图书馆就是图书 图书室 是图书室 规模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然后你也不是开放式 你要去填你要借的书 嗯 然后一个公务员 男生 坐在那个窗口 看到你的那个书单 离开你的离开那个座位 去找了半天拿回来给你 然后大家大排长龙 嗯 有一次 我也大排长龙 终于轮到我了 嗯 那我我我 我那个野孩子嘛 到了国中其实程度不好 我只看懂我头上圆银的地方 嗯 有一有那个一排厚厚的那个 那个应可的书 嗯 旅四春秋 我看得懂那个旅跟我同姓嘛 对 我就写上旅四春秋 要借这一本书 嗯 啊终于排轮到我了 也快一快上课了 啊啊这个这个先生 拿着我的书单 端详了半天 头抬起来说 啊这你看不啦 啊 他说我看不懂 就退回给我了 我我没有办法借到那一本 旅四春秋 旅四春秋 这给我的打击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坦白说 我真的看不懂其他的书名 嗯 我一看懂就是那个旅 跟我旅行中的啊 啊 我想看看 你唯一叫出来的书名 还不让你借 他说我我看不懂 啊 后来真的去那个书局 乡下小书书去找 有关旅四春秋的等等 我真的发现那个都是文言文 嗯 那那后来我 到了国中 因为我是一个 在那个国小的时候就很 像个英雄一样 一天到晚 打球会来 就领奖了 然后上台了啊 啊 算风云人物就对了 对 像像那个 学校福利社都是女生在雇嘛 下个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五毛钱啊 可以买 三支冰棒啊 那我出现的话 就是四支 哇 旁边有人就说为什么他四支 那 瞪他一眼就说 意思是说你 你没有那个行情 哈哈哈 人家就是我们 培养国小的英雄啊等等 老师真的长得玉树临风 到现在六十几岁还是很帅 真的 所以我可以想见你当年 风靡全校的情形 然后又是运动高手 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我到国中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运动的人 给人的感觉 也不是那么正向呢 我在那个时代 我就说 大家还是觉得读书啦 唯有读书高 运动好像是你不会读书的人 我那个给我打击很大 嗯 然后就 又被寻觉 他说我看不懂 我那个时候有被被打击到 嗯 后来我就 开始好好去读书 就开始奋发向上 对对对 是 老师一路奋发向上不容易耶 他就考上了中央大学的 英美语文学系 也开始了你的这个 呃 但是也不能说 考上中大英美文学系 就可以当老师 但是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立定至上大老师 那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回来 这个老师的有趣的 蛮蛮有趣的人生 还有他的传奇人生故事 好 谢谢 哈喽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 我是小玉邱明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 是我们师多奖的得主 是我们这一次 专画高中图书馆主任 跟英文老师 吕欣钟吕老师 老师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有谈 侃侃而谈 哇 他这个老师正能量啦 可是我有点好奇的是说 老师你虽然就是说 呃 后来你有启蒙 知道说想要立定志向读书 可是你当时考上的是 中央大学的 英美语文学系 那这个时候跟老师有点远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想要当老师 你可能是要师范大学啦 对对对 可是这个你你是本来就是 立定志向要当老师吗 好 那这个说来话长 其实我大概国中开始努力 然后考上彰化高中之后 我就立定一定要当老师 哦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对那个时候的 高中时候你就立定志向了 我发现那个时候高中的老师 让我非常的失望 啊 怎么说 可能我程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碰到老师也不是非常好 或怎么样 江中算是你们那边当地的第一志愿 对 那你怎么会程度 你客气的啊 我们那个时候的 张外高中可能正在走 走下坡 OK OK 就是老师分两种 一种就是去外面补习 嗯 所谓名师 理解 嗯 那你可以想象他上课 会把大部分的精力 放在课后 晚上的补习 那另外一种就真的是 是毫无没有多少程度这样子 那 那那个 然后我有观察到就是说 师范学校的老师 那个时候 我讲的是那个时代 是 民口五六十年 比较 比较冷一点 啊 比较不会 比较不愿意 离开书本 跟学生好好的 呃 花点时间 或者比 就比较高高在上 比较石板 呃 比较不活泼 嗯 那非师范的很少数很少数 发现他们比较活泼 比较会 离开书本 跟学生做互动 互动 对 所以我当时就 我以后一定要当老师 然后我一定不读师范学校 嗯 我那时候很笨 我不知道说 要到公立学校教书 一定要读师范 一定要读师范 对对 然后我对文学非常有兴趣 嗯 我高中的时候 我的外号叫国学大师 哇 就是 但是 我会把诗经 把昭明文学 嗯 把那个离梢 嗯 那个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那个仿送体的 嗯 然后我会买一个红笔 嗯 自己标点 嗯 自己想办法 然后查字典 把它看懂 好强哦 我那个是古师 看的非常非常多 啊 当时 所以我那个时代 还要考 论语 孟子 嗯 我大家一定会倒 那我是简直是对来讲很简单 太强 对我当时的外号叫 那个国学大师 所以当我要考大学的时候 我的哥哥跟我讲说 我当然本来想要考中文系嘛 對啊 嗯 说啊你中文已经看了那么多 你应该去了解一些英美文学的理论 以后可以回来整理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第一个不填示范 第二个不填中文系 全部填外文系 啊你想要当老师 你又不填示范 我那是不懂 哦 因为因为我看到 那个学校也有非示范的老师啊 嗯 我以为都可以 嗯嗯 等到我毕业才知道 才知道晚了 你真的很叛逆耶 真的 你自己本身就还蛮离经叛道的 如果不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 应该台师大的国文系啊 就可以上了 就可以上了 就不用绕一大圈 对对对 不过这个绕一大圈 我觉得是 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养分 嗯 是养分 对啊 我如果没有绕一大圈 说不定我也是 从师范这样养成 然后 人生就 就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 理所当然 你毕业之后就有个工作 就永远 说不定 我就不会那么珍惜 我也没有那么多 因为 绕一千的这个经验 哦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 呃 因为你想要当老师 可是你不是走这个正 就是说正正轨 不是师范出来 可是你就是觉得说 哦你没 这样子你就会 没有让你放弃当老师的志向 是 所以你就会朝那个目标 一直一直一直努力 就是我要当老师 我要当老师 我要当老师 然后 你自己都是跟我超像的耶 因为我也不是传统的 这个传播就是记者 新闻系毕业 但是我就是想当记者 然后我就是也是绕了一大圈 哈 先从什么执行制作啊 然后这样 但是我就是看到记者 我就好羡慕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一定要当记者 所以我当了记者 会特别珍惜这个行业 老师我们 我真的太理解你的心情了啦 对啊 那我们讲到就是说 呃你当了老师之后 当然就是 呃我还会想要谈一下这个 你会成立这个台文社嘛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台文社 台文社当时是这个呃台湾文学研究社 对不对 可是你本身是教英文的 那当然我知道你国学底子很强 那你怎么会又想要成立台湾文学研究社 那这个当时被视为有点离经叛道 对不对 就刚刚主持人问的就是说我绕了一圈 对就是绕了这一圈 我当时不能马上到彰化高中国立的那个 就公立的高中不能马上进来 你要先到国中 国中之前你要先到实力学校高职 是 然后你修得教育学分才能考国中 才能上彰化高中 对 那这个一圈让我 我第一个 我第一点是在台中一个清廉高中 嗯 就是罗世峰那个高中 啊哈哈 就是金树梅那个高中 ok ok 出了蛮多名人 我我书明明也是那里的 啊 对 他们有影视课 老师书明明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但是我那个年代她是很红的一线女星 对 我在那边一脸 嗯 然后再回来到彰化一个叫正德工商 是 也是实力的 嗯 三年 然后终于考上陆明国中 然后回到彰化高中 那那这一圈 我为什么回到彰化高中 我要成立一个台湾文学研究社 清廉或者 这一般市立的高职 嗯 在当时 男生最好的出入就是 修理汽车 嗯 爬电性感 嗯 水电 女生大概就是 百货公司的货柜小姐 贵姐 贵姐 最好大概就是银行的第一线的那个柜台 服务业居多了 是 啊 然后他们的养成 比如说 我在正德工商 他们工科比如说机械科 或者的电工科 每每个礼拜有两天是实习科 在实习工厂 嗯 那你可以想象 啊 就是一整天 实习工厂里面的机器多危险 嗯 嗯 然后高中的高子的孩子十多岁 那那个精力充沛嗯 那怎么办 很危险啊 所以通常今天如果是实习课 嗯 工厂实习课 从七点半先集合 嗯 先跑五千公尺 哦哈哈 再来扶地挺身坐不完 直到孩子们已经剩下一口气了 就累了啊 然后 老师就拿 那是一块铁片 来 今天每个人画一块铁片 磨厚度多少 方向多少 呃等等等一些租源 今天就是要做这个工作 然后开始磨 那这些孩子就剩下一口气就 就慢慢磨吧 嗯 所以这样很安全 学生不会乱跑 不会开玩笑 啊 那一直到中午 吃的饭 慢慢体力也恢复了 啊 通常大概三点钟的话 就三点钟左右下午 赶快收工 啊 因为体力快恢复了啊 恢复正常 就危险了啊 他们这样子一个礼拜两次 嗯 然后以后毕业就是做社会最底层 最基层的工作 嗯 那彰化我回到母校彰化高中 他们 没有这样的实习 嗯 不必去磨铁 不必去 去超五千公尺福利鼎申 嗯 读的是历史 地理 抽象 哲学 以后就是当大学生 你讲的非常的现实啦 就是现实的一个状况 以后就是大学生 对对 就是中产阶级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嗯 嗯 第一个不公平就是这些私立学校高职 现在已经改了 以前私立学校高职的孩子 嗯 他的注册会好几万 嗯 因为他自己付他的注册会 是 和这些国 那个公立公立的学校才几千块 嗯 为什么因为台湾人民纳税钱 帮你付 嗯 大部分 嗯 有一个现象 这些私立学校的孩子背着书包 一定把那个书包的袋子弄的短短的 嗯 夹在那个那个 地下 老师这是潮 很很流行很潮啦 嗯 我的观察是他们想把他们的校名遮起来 哦 不希望被看到 啊是这样哦 对 哦哦哦 啊如果是彰化高中 当然正正常常的 那你看到国立彰化高中 哦原来是这样哦 我也是那个很很流行很潮 我觉得他们有点想要遮住 OK 我那个不是能够让我很抬得起头来的学校 因为大部分就是考不上去念的 那通常这样的学校的孩子 他的家庭恐怕也都工农阶级 嗯嗯嗯 所以书也读不是很好 嗯 啊然后 家庭收入也不是很好 却要负担 全部的 组织 嗯嗯 而我彰化高中的孩子 你们只要几千块 嗯 那我发现当时 也这样讲会得罪人 当时的 我我我在青年高中 我在正德工商 带过的孩子 其实他们读的课外书 嗯 文学课外书 也是女作家的 短短的小散文 嗯 也是那种美文 嗯 当中学生读的也是一样 我不能把名字讲出来 会得罪人 嗯嗯 就是流行的那些女作家 或男作家 轻薄短小的作品 那我觉得不公平 这些以后要当车船 当那个修理汽车 爬电线杆的这些高子式学校 他们读的 跟以后要当大学生 当中产阶级 甚至领导人的彰化高中学生 他们的文学品位 怎么可以相同 嗯 所以我成立台湾文学研究室 是锁定在台湾日据时代 被日本知名那50年 嗯 台湾的反殖民文学 嗯 那个反殖民文学 大部分会锁定工农阶级的 为工农阶级发生 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 那这些彰化高中学生 不要以为 因为我很会读书 所以我 考上彰化高中 所以我只要为 自己未来的幸福 为自己 以后可以考上一个好学校 好大学 就够了 你应该看看那些 不能进入彰化高中 在那边磨铁 在那边做那个水电 爬电线杆 在那边实习的 你也许以前同班的同学 你 你应该也要为这整整个社会 金字塔各个阶层的稳定 还有每个人很认分的 在他的位置 在为社会贡献 你应该都跳出来 看看底层这些人的生活 甚至为他们做点事情 所以在成立这个台湾文学研究社 好 老师一路走来 都有那个悲天悯人的胸怀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回来 这个来再来谈一下 就是说老师你台湾 你这个出发的本意是非常的良善 这等于说是让学生可以体会 各种不同阶层的一个生活 可是问题是台湾文学研究社 本身就是一个争议的部分 所以当时老师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哈哈 那我们待会谈一下这一块 另外老师其实 就是最被推崇了 就是你改变了整个彰化高中的 图书馆生态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哈喽欢迎回来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丘明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彰化高中图书馆主任 还有英文老师 以及是我们这一次教育部师多奖的得主 吕心中吕老师 老师一路走来 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正能量 而且老师有悲天悯人的胸怀 这个真是我真心的 打从心里对老师 刚刚讲话我真的蛮感动 有感动我 老师上个阶段有谈到说 你成立这个台文社的一个初衷 就是希望彰化高中同学 他们未来的出路 可能是比较光明面 比较有前途 我们讲现实一点是这样 可是老师希望说 他们可以了解另外一个阶层 也许家里环境不是那么好 然后他们只能做 比较底层的一些工作的人 也希望可以了解那样子的生活 我们俗话说就是接地气 接地气 可是老师你在那个年代 成立台湾文学社 你受到很多的关注 听说这个你本来 有些报道是说你当时 成为争议的一个人物 所以每次你走进去的地方 都很安静 因为大家看到有争议的人来了 就开始整个闭嘴 那你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 你会有很大的压力吗 是有压力是 之所以当学校的社团 因为教育部要高中 高中只都要成立社团 其实学校成立社团不容易 一定一般老师 教书之外 很不喜欢再看到学生 尤其是各班 融合在一起的学生的社团 通常都不会去指导 所以都是外面请 那如果有一个 有老师自己要说我来成立社团 通常学校要非常非常高兴 非常非常欢迎 为他解决这个失职的问题 那我当时提出台湾文学研究社 那时候的心理组长不敢 那个当时叫 太敏感了 当时叫训导组织的人不敢 直到我们那个时候 有个好校长叫曾勘仁 他给我三个条件 就是说你成立台湾文学研究社的时候 请不要比较台湾文学跟中国文学 第二个 请不要在这个社团讲政治 第三个参加这个社的学生 希望成绩能够提升 这个第三个百分之百达到 彰化高中当时 那个考商医学院 大概都是这个社团的学生 超强耶 几乎都是 那个社团上课都要借礼堂 应该两三百个人 真的假的 是 你把他那个变成补习班 然后变成 开玩笑的 对啊 怎么那么厉害啊 还是说参加你那个社团的学生 特别有思辨能力 我先回答为什么会敏感 就是在一九九零 九零九零年代那个时候 台湾文学四个字放在一起 就是台独 因为台湾文学如果成立的话 那台湾文学 中国文学日本文学 美国文学 那不是说就平等了吗 对 所以他们的机会一定要说 加上台湾乡土文学 或台湾地方文学 啊当然现在台湾文学 也就是 就台湾文学啊 就是对 也许中国那边把你定义为 区域文学 说不定这样 那不管怎么样 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的那个戏啊 手啊 都有了 就正常化的这样子 好 那那老师是先驱啦 嗯 当时就是有个好处就是 因为以前的国文课本 真的非常的封建 嗯 那那真的是古文一大堆 然后那些古文 很多都是清代的 嗯 就是 然后现代文很少 嗯 你只要去 我当时 一边在 做这个社团的时候 我花很多时间 去做文学的 口述历史啦 去挖解 没有发表的 手稿等等 这对学生非常震撼 比如说 我挖掘到一个作家 在1930代 所写的新诗 也是用中文 嗯 啊我就跟 那让这个诗跟 徐志某 徐志某的 诗一比较 发现 中国当时 当时的中国是在 中文的世界 嗯 啊台湾是在日文的世界 嗯 是被日本统治 嗯 那这些台湾彰化作家 为了反抗日本 所以不愿用日文写作 虽然日文是他们的日常 上课啦 就是笔记都是日文 他写的是说 农民丰收了 可是大家都在急 他在这个主题 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会发现说 那为什么中国新诗 一开始都是在写男女的 这些小情小爱 嗯 而台湾作家在当时 写的是国主的 或是阶级的 或者是族群的 嗯 这些问题 嗯 那深度跟广度 一笔就 嗯 就见真章了 嗯 所以这会给孩子们 高中是发现说 文学家 应该不是写的美美而已 嗯 这跟可能跟历史的 静影有关系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 作家 他们可能在日剧的 那个时代 会有国族的悲痛啦 或是有这个 可能社会阶级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啦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 激发他们文学 文学的一个创作 嗯 那个时代的 因为国民党 国民政府是右翼的嘛 所以他的他的文艺思维也是右翼的 嗯 那中国共产党他是左翼的 嗯 啊 这个都各有 有那个 拼质啦 嗯 那但是 国民党把右翼的文学 带来台湾的缺点就是 让文学 孩子们文学观 孩子们的文学世界不完整 嗯 他那个不完整 好比说梁石秋 当时一定 课本一定 现在恐怕也有 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雅舍小品 是 我们都有读过 你看他 你看他的序 嗯 他说民口36年 已经撤退到重庆了 哦 啊 虽然破破烂烂 国家快晚了 可是如果心情 怎么样的话 也是雅舍啊 嗯嗯嗯嗯 那 那这样的 挣钱一定完蛋啊 嗯 就是 你 你看到 也有二嫖 然后国家都快晚了 结果你还在那边谈吃 谈西瓜 谈美人 谈鸟 嗯 那 那 那当然文文 很麻烦啊 这可能是另外一种的心态啦 反正我也无法去改变国家大局 那我就只好修身养性 就是冲 就说升华我自己 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小撮人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是因为啊 你如果写是写出现实 可能生命有危险 哦 对 所以我的举例是说 像那种国民党带来的那种 右翼的美文就是 看到一朵花 嗯 从树上掉下 他的文字开始哭 可怜的花儿啊 你离开你的母亲啊 掉下来了 我为你哭泣啊 掉在一个饿死人的身上 抱歉 我看到 我只看到他掉下来这里而已 下面的尸体我没有看到 我不能再写下去 再写下去 我可能就被暗杀掉 你是对政府不满吗 你那位杀 饿死掉是政府要负责吗 当然 现在我们可以这个大名大方谈这些 可是 可是当时在那个氛围 你做这样子的批判 那你当然被学校注意 这很正常啊 所以就是 而且你还要把这种观念灌输给学生 所以我会跟学生说 你当然是异议分子 我会跟学生说 把华尔写到那个尸体之前呢 就是优异文学啊 没有看到华尔的美丽 只写到尸体的可恶跟恐怖的 左翼文学批判啊 那你要取得一个平衡 好贴切哦 你才能够完整啊 那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孩子 他的整个逻辑思维跟对 对 尤其我最常 取的意思说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公布 报纸就会开始报导 我就说同学你看看 你看懂我投给你 你每个字都看懂 但你不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诺贝尔会读 这个作品为什么会得奖 我们的高中的文 当时高中的文学教育 让我们跟日常正在发生的文学 完全脱节 没有办法去欣赏 甚至没有办法了解 都回到古文的注释 文字的意思 等等在那边弄那些东西 那这当然学生是没有办法把它带出来的 等到他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东西 他无法了解 这也是台湾文学研究社希望给孩子们说 读书人其实是为功能讲话的 不是只为自己的幸福 第二个文学要完整的话 左翼右翼你都应该看 老师永远都是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锋 当一个先驱者 有备受关注也会有些争议 老师都熬过来了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谈一下 当然老师 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时间很短了 其实老师蛮大的篇幅 都是在图书馆的一个部件的工程上面 老师图书馆不是让你想到 乖乖待在图书馆里 他还有带你走出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欢迎回来收听 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玉邱明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师多奖的得主旅心中老师 老师记得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太短了 因为老师的这个人生 充满了很各式各样的奇遇 我本来是要谈图书馆 结果前面呢 因为你谈的这个台湾文学 是太有趣了 因为你是走在时代的先锋 但是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 我还是想要谈一下你的这个图书馆 因为下次一定要再来 我们好好谈一下图书馆这一块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图书馆当然我知道说 你这个就是有去募款 然后有去跟施政荣先生 施从堂先生来募款 目前彰化高中有一个 类似成品级的这个图书馆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可是我觉得老师你更不容易的 因为你有落实 就是你有把这个行动阅读 行动阅读就是给他落实了 你每年去申请这个奖学金 你带第一次出国的小朋友 尤其都是清寒家庭的小朋友 他们第一次能够出国一定很开心 结果你竟然带他们去非洲 非洲还有叙利亚去看这些 这个难民或是非洲 史瓦竟然帮他们盖水库 这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好谢谢 那图书馆 高中图书馆又叫艺人图书馆 因为他就是没有人 然后就是一个主任 然后以前叫艺人图书馆 现在叫艺人图书馆 他的编制就通常是一个主任 一个职员跟一个工友大概就over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所以然后他的那个学校的业务费 像我淡化高中一点的业务费 大概900万左右 给各出事嘛 OK 那我大概分到10万左右 所以一般我想其他学校应该都差不多 因为图书馆对升学什么 好像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帮助 对影响或怎么样 因为老师都会觉得说有时间 你就给我看教科书 你哪有时间去看那些贤书 对不对 对 那坦白说 我会把图书馆 发这么多心血 这么努力 是因为 我以前要透过台湾文学研究室这个平台 以便能够让各班的学生一点好几百个 我们都约定说参加一学学的同学就退出 让其他人可以进来 那李老师可以好好洗脑他们 我以前的平台是台湾学研究社 这个社团 各班都可以进来 那我来到 我是很意外 以后再讲 我来到图书馆 发现我这个平台更大 然后你又是行政的一级主管 我我的高兴 只有一天 发现业务会只有十万块 也没有人 百费待举 对所以我才 我说 为什么要花到这么多心血 我发现我如果只是 用这十万块 一半去买杂志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在买这报纸 没有什么可以作为 如果我没有什么作为 这里又不是很重要 我看 不了多久 我一定被换掉 我觉得这个位置太重要 太好了 进口供退口 所以我赶快去募款 这个募款的故事也在讲 就是我很幸运也募到了钱 是 对 这样讲也不太好意思 因为募到钱是很多 对 你要把它花掉 所以你必须要 要去远一点的 花多一点钱的地方 你到非洲 我那个花很多 一个人要十万块左右 哇不止啦 就是对就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25 可能我要募大概250万左右 那第一次出国那些孩子就说 蛤 我我不是去玩 不去日本东京迪士尼 不是去 比如说什么 什么比较好玩的 游乐园啊 蛤我竟然去非洲 我就有三个国际活动 一个是去日本 对 一个是去非洲 对 一个是外国进来这样子 是 那台湾文学院就 研究是1992年创立 就很受欢迎 然后很 几乎是学校第一大事 可是到了2000年的阿扁当总统之后 教科书有台湾文学之后 回到正常之后 台湾文学的影响力就越来越有 所以这都是有脉络的 对 所以好在我找到第二个平台 这个时候我发现 本土已经不是那么吸引孩子了 是国际 国际观 国际观 所以我才退出这些国际 可是我们到了非洲 其实在非洲的土地上 也在回头看我们的台湾 很多东西都可以比较 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到非洲 一般人到非洲 大概就是那个糖果 然后带动唱吧 然后比个夜吧 那我们不是 我们一定要募好多的物资 新的机能一 电脑新的几百台 然后还去募款为他们盖水库 去问他们永续 你们在那边待多久啊 我们一般两个礼拜左右 两个礼拜就可以 帮他们做这么多事 做很多事情 然后顺便 甚至我们还会去收集 他们民间的谚语 非洲谚语 非洲是一个 是一个古老的有文化的 他不是非洲人 就是黑黑的生两只手 跟你要东西而已 他有很多 像很多现在影响大家 如果你要走快一点自己走 如果你要走远一点 你就要跟大家一起走 这就是非洲谚语 他有很多是到现在 很很很广泛被使用的 那个也是来自他们生活的体验 对 真的非洲有很多 其实蛮迷人的 你要走快点 就是一个人走 但是你要走远一点 是大家一起走 对 就是非洲的谚语 对 就是说 要平等去对待非洲 这个民主这个地方的人 那我们到那里 让孩子最大的体验是 这个世界里 你如果只知道东京 只知道伦敦 或者是纽约 这个全球化不完整 这个全球化 还有一半是很匮乏的 好像非洲这一块 你如果不懂非洲 你只知道伦敦 纽约东京 你对全球化的掌握是残缺的 那我们希望你先到最匮乏的地方 再来看这个世界的富裕 那你就知道这中间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希望 不只是 我不希望说孩子是说去到非洲 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 所以要喜福等等 这个是基本款 我希望孩子们到了非洲之后 知道这个世界应该被改变 所以你应该努力 你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被记得最现场 匮乏的最现场 你应该去修炼你自己能力 有一天可以改变他们 甚至你你都我们说那个 charity begin with home with family 慈善应该从家里开始 你不能说到非洲 我看到老人看到小孩 你就很疼爱他们 你到台湾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都没有话讲 所以你的慈善你去体验的 你被需要的快乐 这是他们感受最深的 回到台湾之后 你也知道台湾有台湾的问题 环保的啦 性别啦 霸凌啦等等很多很多问题 那你既然都有那个那个勇气 飞了好几十个小时到非洲 大概两个礼拜想去改变人家 你一辈子在深入的土地 你更应该要去改变他们 这是我们的 我希望希望那个那个国际志工 不是用来比业 不是用来给人家吹嘘的 而是回过头来 还有在地行动的这个养分 在地行动的这个实践 这样国际志工才有意义 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花三十秒 因为老师你的这个故事里面 有曾经有一个举例 一个叫做梦宏的学生 那三十秒我把它讲完了 他就是本来是一张脸 是一半的红班 对不对 他本来就是做的很自卑又内向 可是他就是因为老师的启发 老师你带他去非洲 做这种行动阅读 去跟这些人接触 回来之后呢 他就看到说有需要更多帮助的人 他觉得他脸上的红班 这些又算什么 所以激励他整个就整个向上 那当然就是说他在社会的成就 这不言可遇 而且他回来之后 他也继续投入这种慈善的工作 然后包括就是他会希望 这些参加的志工人 就像就有一天都画上这个红班 然后只要体验一天 体验人家这种异样的感觉 然后大家会有同理心 那当然他非常非常感谢老师 因为有让他去非洲走一遭 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结尾 有个更感人 就是说后来有好像有一家医院 阳光 阳光 对对对对对对 就看到他的遭遇 就还问他说 那我们愿意出钱 帮你去掉你脸上这块大红班 那你愿不愿意 他说我不要 他说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独特性 才可以吸引人家 然后来讨论这样子的议题 我觉得都是老师你这个的启发 就会带动这样子很多的故事 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老师分享好多的故事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真的时间太短了 你的图书馆的人生 真的非常非常精彩 老师下次一定要再来 谢谢 好我们休息一下 近一段广告 接下来请收听 由朱雪恒主持的 POP想先报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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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